第1805集 如果你不怕死的话 完全可以过来 我要亲眼看着你怎么死 邓文山恶狠狠地说 哦 是吗 杨大师 什么来头 叶浩轩有些诧异地问 宝岛这里 他不知道奇门术室里面 还有一个姓杨的呀 北鸣先生的传人 你说呢 你不会连北鸣先生 也没有听说过吧 邓文山宁笑道 姓叶的 强龙不压地头蛇 你敢来宝岛 我只能说你有胆色 你很厉害 但是你等着 等杨大师把我儿子救回来以后 我再慢慢地跟你算账 邓文山 你也不要忘了 你的这条狗命是我救回来的 而且 你女儿答应的一亿枕金 还有墨语麒麟 如果你如数奉上 我就不跟你一般见识 如果说你女儿敢不给 那就不好意思了 我让你邓家在宝岛消失 叶浩轩沉声喝道 是吗 那就等着瞧吧 我要让你看看 我在宝岛到底有多强的势力 叶浩轩 要么你现在就把我给杀了 要么 我找人 找到你的住处 把你给一刀切了 邓文山他毕竟是一方大佬出身 这家伙虽然这些年 戏白了不少 但是他身上还是带着一股 浓浓的肥味 这让叶浩轩有些无语了 他不想再跟邓文山废话 他挂断了电话 然后向着右前方摇摇的一指 这一指点出之后 叶浩轩冷笑一声 便打车回酒店去了 老板 一个保镖走了过来 你去 查一下兴叶的住址 他现在化名叫做叶无常 你把他的住址给查出来 然后今天晚上找人 邓文山做了一个抹脖子的手势 是 我明白 保镖点点头 另外 杨大师在里面做法做得怎么样了 邓文山又问道 一切还算顺利吧 我看杨大师刚进去的时候 还没头紧锁 但是现在没头舒展开了 而且他的动作越来越快 看样子是所有的难题都迎刃而解了吧 那就好 你去吧 今天晚上务必要把这件事情给办好 邓文山点点头 好 我知道 我保证不会让你失望的 保镖一点头 匆匆地退了下去 室内的杨大师还在做着法 对于邓子言身上的法咒 他似乎已经摸到了一些头绪 所以他才一点一点地解除着咒法 然而 就在他即将把咒法解除的时候 他的眼皮突然狂跳 他按叫了一声不好 这个时候眼皮狂跳 绝对不是什么好事 就在这个时候 他的眼前突然出现了一个年轻人的身影 这个年轻人对着他微微的一笑 然后右手一扬 一抹光机骤然放大 杨大师吃了一惊 他知道这个年轻人这一只 绝对不会是普通的意志 一定是带有玄机的 他本能地要退开 但是为时已晚 轰的一声响 邓紫妍身上传来了一阵巨大的反噬之力 这股力量把他给完全弹开了 这家伙惨叫了一声 整个人被一股无形的钢气给高高地掀起来 然后重重地落到了地上 眼见是不省人事了 杨大师 一只守在外面的邓文山吃了一惊 一群人冲到了室内 只见他奉若神明一般的杨大师 已经倒在了地上 现在杨大师连一句话也说不出来 杨大师 发生什么事情了 邓文山喝了 现在杨大师就是他儿子的救命盗子 如果说连杨大师也不行了 他就真的不知道怎么办才好 对方 对方太强 送我 送我去云中群树 我师父云妖 他现在住在那里 快 快送我去 杨大师说话几乎已经是 上气不接下气 快 备车 送杨大师去云中群树 邓文山转身大喝 现在他也顾不上他儿子了 因为杨大师师徒 才是他的希望 如果说杨大师死了 那他的儿子恐怕 也就没救了 云中群树是这里 开发商弄出来的最高端的一处楼盘 北明先生名动天下 想要讨好结交他的有钱人 不计其数 他也是前几天才云游到这里 马上被当地的一个当权者送到这里清修 如果不是杨大师说出来 众人还不知道 北明先生现在居然在报道 在夜间景观的别墅前 一个身穿长袍的老人一言不发 他看着担架上几乎残废的杨大师 他的心情就只能用震怒来形容啊 唉 他不知道对方到底是什么人 他居然能下这么狠的手 杨大师是北明先生最得意的一个弟子 他可是打算将杨大师当作自己的一波传承的 可是现在呢 自己这个最得意的徒弟浑身上下几乎 他就没有一块正常的骨头 这让那个北明先生那是无比的震怒 他转身咬牙切齿地问道 告诉我 是谁 是谁下这么狠的手 先生 邓文山也是吓得魂不附体 他不知道原来那个叫叶浩轩的居然这么厉害 杨大师和他对上居然也被打得半死不活的 这让他吃惊不小 他整个人都有些懵逼了 他一直在想 如果杨大师真的死了 他该怎么向北明先生交代呢 这还是小事啊 万一这位杨大师死了 他的靠山可就彻底没了 那他该怎么应对叶浩轩的疯狂进攻呢 是 师父 杨大师吃力地抬起头 徒儿 北明先生心中有时吃惊 有时震怒 他低头成河 你放心 不管是谁把你伤成这样 我都会让他付出代价的 我北明先生的徒儿 其实他受伤就伤的 这个仇 我一定会替你报的 谢谢 谢谢师父 听到了师父这句话 这家伙似乎是放下心来了 他一松 晕了过去 先生 杨大师怎么样了 邓文山有些淡战心惊地问道 杨大师现在的情况有点不妙 刚才叶浩轩骤罚反噬的时候 杨大师是第一个被波及到的 而且叶浩轩似乎是没有打算 手下留情的 他一出手就是要人半条命的 现在杨大师四肢被反噬的力道 给炸成了粉碎性的骨折 而且他的一身 悬门的倒发几乎是进覆东流 就算是有人用最极端的手法帮他给修复好 但是这家伙以后想再站起来 恐怕也是难上加难 这才是北明先生最愤怒的地方 他在奇门江湖里面 那也算是有头有脸的人物 平时就算是有闲戏的人 听到他北明先生的名头 多半也会给点面子 而不会像今天这样大打出手 把人给打成这样 但是这一次对方似乎是不吃北明先生这一套 对方不仅仅是伤害了自己的徒弟 这简直就是打自己的脸 这让北明先生十分的生怒 他不知道对方到底是谁 他居然有这么大的胆子 告诉我对方是谁 北明先生没有回答邓文山的话 他也懒得回答 因为他徒弟的情况他比任何人都清楚 徒弟这一次算是灾了 他这一身粉碎性的骨折 是怎么也不救不了的 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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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说他叫 叶无常 邓文山有些心虚地说 他没敢说出来叶好轩的真实身份 因为他怕北明先生有所忌惮 毕竟叶好轩在内地的身旺还是很小的 万一这位北明先生忌惮叶好轩 不为他出头了怎么办 哼 这哪里来的鼠辈 连我北明的徒弟也敢伤 北明先生笑了 他右手在这身边的大礼石桌上一拍 然后站起来喝道 不管他是谁 只要他敢这样对待我徒弟 那就是对我不敬 你找到那个人告诉他 明天让他来这里 我要看看那个家伙到底有几个脑袋 啊 感动我北明先生的人 先生 邓文山惶恐地说 杨大师来我这里的时候 已经资保我名号了 但是对方狂妄至极 完全不把北明先生您放到眼里 他说 他说什么 北明先生双眼中精芒抱舍 他喝道 说话不要吞吞吐吐的 有话就说 他还说 北明先生您 你不过就是 一个一直脚踏进棺材里面的老头子罢了 没有什么好怕的 而且他还 他还怎么样 看着邓文山一副吞吞吐吐的样子 北明先生就更加盛怒 他还把先生您的 那同学的手段给贬低的一文不值 邓文山低下头 先生 你是不知道那小子那不可一世的态度 这家伙完全就没有把您给放到眼里 而且他是从内地来的 他说 他说 他说您内地微末的法术 连给内地的学徒提鞋都不配 邓文山天油加粗的说 一边说 他一边还偷偷的瞄着北明先生的脸色 他知道 北明先生这种世外高人 他最在意的是什么呢 他最在意的就是自己在外面的名声 和这个影响力 他这样说 一定能把这老头给气个半死 所以说这老头会顺带着把叶好轩给恨上 这一招离间计 用的实在是高啊 果然啊 他这几句添油加粗 半真半假的话一说出口 北明先生给气得满脸通红 他沉声喝道 好狂妄的小子 这是没有人教他怎么做人了 如果是那样的话 那么老夫就不妨教他如何做人 先生 现在我已经查到他在哪里了 要不要我现在就去警告他 邓文山心中窃喜 看来他的这招离间技艺 用的不错呀 去 警告他 让他明天来这里找我 他把我徒弟给打成这样 不给我点说法恐怕是不行吧 另外告诉他 我北明一脉有四老 除了我北明之外 还有东明南明西明 三人现在同时在宝岛 他千万不要想着逃跑 因为他跑不了 是 我现在就去办 邓文山时又惊又喜 北明一脉 以北为首 然后另外还有三名 现在这四名齐聚宝岛 这可是要翻天了 叶浩轩这小子 这一次绝对活不了 呃 叶浩轩刚回到酒店 洗了个澡准备休息的时候 他就感觉到门外有动静 他备游的冷笑了一声 邓文山不愧是这里的地头蛇呀 这么快就找上门来了 不过叶浩轩也从来没有 把这家伙当成一个威胁 不过对于他身后的 那个北明先生 叶浩轩还是挺感兴趣的 叶浩轩对于 齐门江湖中的人不算熟 啊 之前他在港地 呃 他和李延新两个人 把那里的齐门江湖 给闹得是天翻地覆 这北明先生那是什么来头啊 他还真的不清楚 至于他把杨大师给伤了 就是想看看那家伙 他到底 他是什么敢来头 啊 走滚出来吧 别躲躲藏藏的了 弄得好像你们这里有什么秘密是 叶浩轩回头看了一眼 他冷笑了一声 酒店的门果然开了 只见邓文山的一位保镖 带着几个人走了进来 本来他们是想对叶浩轩动手的 但是就在动手之前 他们老板又来电话了 说 要这个叶浩轩明天去 呃 还真的不敢 毕竟这可是 连他们一向敬重的杨大师 都被叶浩轩给放翻了 啊 他们这些人 对于杨大师来说呀 那不过就是一些小喽喽罢了 所以他不敢和叶浩轩 硬对硬的死 不过他们老板有命 他们也不敢不来 所以他们就这么陷入了 进退两难的地